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的台化進去 這是什麼樣的密室會議 我們邀請環團可以有代表進入參加會議 會議當然要公平 公開 公正 正壞者可以進去 受壞者不能進去 這樣子對嗎 環保室出來回憶 環保室出來回憶 我們要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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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拜託環保室 讓我們進去 你們說好了 我們可以進去 為什麼你們不能進去 為什麼不能進去 為什麼不能進去 我們今天下跪 向我們彰化了想起 對不起 我們沒有做錯 但是過去我們很努力 讓這個政黨可以淪陸 但沒有想到 我們換來的是一場 沒有會議的會議 一個粗密說 這叫做敗會 如是黑相的敗會 台化假借 照顧旗下員工 不顧企業污染環境的形象 不願負起企業的環境責任 他就是要施壓 違法去取得展延許可證 台化他不求進步 台化他不求短行 他反而是用燒煤發電 賺張錢來養活他的員工 他的本業完全賠錢了 李運元書長 今天召開的四方會談 嚴重傷害法治 我們是個民主法治的國家 強烈的要求 我們的學生還有我們的環保團體 我們的公民一定要進去環保署 參與這一次的四方會談 這樣的四方會談 沒有納入我們彰化民眾的聲音 是完全失職失格的 今天許可證不發 是我們環保局所認定不發的 好像上級機關環保署訴願就可以了 憑什麼今天 李運元書長 你個人用個人的意志 要召開這樣子的會議 這樣的會議 有符合我們的民主法治的精神嗎 台化的製程 紀念公司的製程的問題 他的製程是經濟部管轄的 請問一下 今天環保署是經濟部的嗎 既然不是經濟部的 他憑什麼今天來召開這樣的記者會 還有 今天台化的員工 900多位的員工 他們早就面臨台化 參與都市計畫的問題了 現場是勢在必行 勞動部還沒有出面 環保署竟然先出面了 這不是傷害民主法治 什麼是傷害民主法治 我是住在台化前面的居民 我家的地址門牌上面就寫著台化街 我們學校距離台化 僅僅幾百公尺而已 當時我們爆出了一個疑問 為什麼我們的教室 每天窗戶打開 會有三根煙抽 就在我們視線範圍內 冒著濃濃的黑煙 每到像今天這樣飄著雨的天氣 那股惡臭就會突然出現 我們的地方政府為了我們的縣民 跑過程序 跑過二十幾次台化 不斷沒有修改的 不斷沒有修改的方案 然後就想要把它駁回嗎 如果中央政府是這樣做的話 那民進黨真的只是國民黨的延續者而已 今天早上我們看到環保署公布了 台化的特殊工業區的申請 金包遭到撥回了 我們可以看到台化公司 其實根本不想要把它認定 自己為特殊性工業區 因為一旦認定之後 它就要設隔離綠帶 30公尺的隔離綠帶 還要設至少11處的空氣品質監測站 這個業者根本從頭到尾都不想要承認 它是個特殊性工業區 但是中央環保署已經認定它是了 那我想它一定不想要去認定 因為它不想要再繼續經營下去了 但是只有想要把它的藍美電廠 繼續的經營下去 這是我們彰化憲民非常非常非常不能認同的 就是在彰化市區有一個藍美電廠 昨天洪福元在網路上公布 他的開了記者會 全程的錄影 他提到說 台化的深煤 沒辦法達到0.7 0.87% 它是因為 台化公司跟環保局的熱地不一樣 它之前的藍美的 海裡的販物是到1.2% 超過標準值了40% 環保署的官員 你在哪裡 我們面前的這位彰化媽媽 已經跪了十幾分鐘了 十幾分鐘了 雨越下越大 你們還要繼續滿憨 還要繼續呼之 中央沒有聽到我們彰化民眾的聲音嗎 環保署的官員 你們現在盡快來做回應 連有乾淨的水 連有乾淨的空氣 連有乾淨的失誤都沒有 你覺得我們要怎麼辦 我們前面給很多的 在地區 你要不要光臨 你現在出來 不要 你不要 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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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合法的進去 我是合法的公民 我要進去 那麼今天主要就是說 署長也邀請了彰化縣長 還有 我們彰化公司的代表 主要就是 因為在行政院這邊也希望 中央政府對 有關於這一次的這個 固定軟許可證 中間引發了一些 引發了一些 不管是 一些事件也好 希望先做個了解 先做個了解 先做個了解 那因為這是 今天 今天也不是一個會議 主要就是一個 邀請過來 算是一個 拜會或怎麼樣 這樣的性質 不是一個會議 就是沒有法原依據 對 你這樣就是國外民主法制的精神 不會 我想 這個今天就是說一個了解 一個了解 有彩化可以進去了解 對 民眾就不能進去了解 這幫 這樣說我們現在 小英政府 小英政府想要行出的台灣民主嗎 你敢懷疑我嗎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協商 還不是會議 還沒有法原依據 我想今天也不是協商 主要是要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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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沒有 主要是說 因為這個雙方 在這個環保法令上 受見了二十六次 有二十四次 是原封不動的 有哪一個教授會讓學生這麼做 絕對沒有 那今天中央政府 不是在帶頭示範 為台化開脫嗎 對 難道不是嗎 對 昨天台灣代表面張華憲長 講了四個小時 還不夠 今天還要來經濟部 還要來環保署講嗎 今天大概 就是說 了解之後呢 那再看看有沒有這樣的一個 應該也不會有什麼 立即的一個 什麼樣的絕對 天環保署會被挑翻了 我們現在 勝華憲民 要先去 拜會議院所長 我們要先去拜會議院所長 我們要先去拜會議院所長 繼續拜會議院 先ким 不要 又 stating 我們這二三十個年輕人 川普進去看不了那場黑箱敗毀的結果 我現在就是貴 就算今天的結果是好的 是我們彰化憲明比較樂於見到的 但是我們必須很誠懇的跟李議員署長說 你這樣子的程序是完全違背 我們過去這兩年那麼多 挺你們讓你們上台的年輕人 我們就是不希望這樣子的寬散勾結 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發生 只是我們可能剛好運氣比較好 遇到的這一次沒有被賣掉 但是有多少次我們是在私下瘦瘦底下被賣掉的 還不自知的 我們過去完全不知道 我們現在就我們就是希望不要再發生了 這樣子違背民主法治程序的方式還是錯的 手段完全是錯的 我們必須有一個公開透明 可以究責 可以知道誰犯下錯誤 誰做了什麼決定的公開的會議 不是像現在這樣 一場沒有會議的會議